就像地球,太阳一样,星系确实都在自转。 这种自转运动会,使像银河系这样的螺旋星系,呈现为点平的圆形。 就其各部分的切向速度而言,星系的自转速度非常快。 例如,我们的太阳系在参与银河系自转的过程中, 以每小时79.2万公里,220公里每秒的速度,在星际空间中运行。 那么,如果星系的各个部分,移动得如此之快, 为什么它们看起来会像是静止的呢? 简单来说,这是因为星系大的难以想象。 从远处看,一个高速运动的物体,看起来显得很慢。 例如,天上的飞机看起来是在慢慢运动。 尽管飞机的时速可达900公里。 这不是什么心理效,在一个巨大的空间中,当物体的速度, 用它所要行进的总距离的百分比来表示时,它实际上运动得非常慢。 我们的太阳系距离银河系中心,大约2.6万光年, 所以太阳系环绕银河系运动一圈所需要行进的距离是16.3万光年, 即155亿亿,1.55乘以10的18次方公里。 虽然太阳系正以每小时79.2万公里的速度,在空间中快速运动, 但我们环绕银星,旋转一周仍需要大约2.2亿年的时间。 就完成一次环绕银河系的运动而言,太阳系以每小时1000万亿分之五圈的速度, 绕银星运行。 如果和外星系中存在外星文明,并且它们可以观测到整个银河系, 我们的星旋转得非常缓慢,以至于根本就没旋转。 同样的,我们观测其他星系,也无法直接看出它们的旋转。 由于太阳以及其他恒星环绕银星旋转的角速度很慢, 这使得我们也看不出夜空中的恒星运动。 无论我们什么时候观测星空,恒星的相对位置都是保持恒定的。 不过,也有例外的情况,位于六光年外的巴纳德星,是离太阳第四近的恒星, 它的自行速度非常快。 如果把巴纳德星每隔五年在星空中的位置做个比较, 就会发现它相对于背景星空出现了明显的移动。 尽管如此,人的肉眼是不可能看出巴纳德星的自行运动, 六光年的距离还是太远了。 虽然肉眼看不出星系的自转, 但天文学家通过对星系自转的研究,有了意想不到的发现。 理论上,越远离星系中心的恒星,绕着星系中心旋转的速度应该越慢, 这就像行星绕着恒星旋转那样,遵循开普勒定律。 然而,观测结果非常令天文学家意外, 因为恒星的公转速度,并没有随着距离的增加而逐渐减小, 而是基本维持恒定,如下图所示。 这是已有的理论所无法解释的情况, 因为如果星系边缘的恒星公转速度也很快, 这些恒星就不可能会被星系束缚住, 星系的结构早就会洒掉。 对此的解释有两种,一种解释是现有的引力理论有问题, 需要进行修正,修正牛顿引力理论就是一个例子。 还有一种解释,是星系中存在着一种不为人知的物质, 它们并非由质子和中子构成的中子物质, 这种特殊的物质,可以起到引力的作用, 但基本上不会发生电磁作用, 所以它们无法直接用天文望远镜来探测, 天文学家把这种物质称为暗物质。 暗物质假说更受青睐, 因为还有其他证据, 可以支持它们的存在。 据估计, 如果宇宙中存在暗物质, 它们的含量是普通物质的5倍。 目前的理论认为, 暗物质可能是由大质量弱相互作用粒子构成, 这是天文学家一直在寻找的神秘粒子。 中国在2015年, 发射了悟空后暗物质粒子探测器, 它的其中一个主要目标是寻找暗物质。 如果能够找到暗物质, 这必将是天文学的右翼里程碑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 别忘了按赞我。